据行情显示,WeFinder的代币ProMapt突破0.5USD,最高充值0.5618,24澳时内涨幅173% WeFinder本周空降ForceS News用户搜索榜热度第三名,4月10日 基金会宣布ProMapt空头申领将于20点开始 500万枚ProMapt将通过Kaito Dashboard进行发放 其中400万枚将分配给90个Yaps粉丝数低于1100的用户 其中100万枚奖励未达标但有贡献的用户 但在热度高涨的WeFinder背后反映出可能是空头赛道的衰弱 普通完成的链上用户收益在50U左右 但即使是50U,加密社区已经是夸奖声音片 理由是短平快成本低 这里与之行程对比的可能是长期占用资金质押 最终空头价值不够解放费用的Babylon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α,很高兴有跟大家再见了 现在是新加坡事件的2025年4月12月周六上午的5点13分 正如大家所见ABS出了新的回章 那么这个新的回章是The Big Bad Age 很简单 回章是很简单 但是它花费的费用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这边给大家进行一下演示 首先点开对应的链接 在这个方向上连接一下我们的一个ABS的钱包 连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购买一个房间 也就是一个相对应的Space 请注意它的价格 0.02ETH折合成人民币 的话大概100多块钱 相当于我们花了100多块钱去买这个徽章 那这个徽章的获得方式就是 你买完它 然后返回这个页面进行刷新 这个徽章就给你了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 作为前两天入场的玩家 早期玩家 那首先恭喜你啊 你肯定是吃到一波不错的回报的 那其实我们在先前的视频当中 也有给大家提到过 那个时候的话 它价格已经涨至了0.01 我就已经不建议大家去冲了 因为有可能它币价会下跌 但没想到它币价一路的分涨 直到今天的话 出现了短暂的一个拉回啊 就是跌了 跌至九刀了 另外在这个方向上 奋劝给那些要参与 这一个徽章任务的玩家 如果你想要花0.02亿去购买的话 现在的产量比之前低几十倍 大概你去挖去的话 只能挖0.02BIG一天 想要回本的话最少要半个月 这是最少的情况 很低很低的性价比 那请大家三思而后行 接着我们再来参与下Hudl 然后这个的话是106.9K的关注度 看起来像是一个游戏啊 然后鉴于它在置顶的推文当中 也表明了此次测试网 是带有基地性质的 因为它会奖励参与的用户 是他们对应的平台之地代币 是这一个 那我们来到相关联系的网页 做的还是比较卡通化的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 我们连接下自己的钱包 那OKX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一下连接收权下 然后这里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下签名 确认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是分步骤来的 第一步连接钱包 第二步是绑定推特 第三个是加入他们的discord 绑定推特的时候呢 给到的授权权限非常多 教一下大家如何进行解绑 就是在一开始 我们进入到这个任务板块之后呢 马上进行解绑 这边点击一下more 然后这里有个设置 点击一下设置 然后security和这一个 安全性和账户访问权限 点击一下app的这一个标签页 然后选择以连接的app 找到我们今天刚刚连接的那个项目是 ado这一个 然后取消掉 把它移除 因为它的权限是可以进行更改 就是帮助我们关注和取消关注其他人 进入该游戏里面 点击一下右下角 申请领取测试代币 因为后续还是有用处的 那目前这两个板块的话 是没有开放出来 只能开启到一个任务 outside任务 和我们的对应的排行榜 排行榜的话不用关注 点击一下任务 在这里呢 首先找到我刚刚做完的这一个 mint一帐nft 那这里的话去点击一下mint 它扣除的是我们刚刚领取的测试代币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一一的去做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有紫色的 有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 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使用一下我们的翻译软件 这样你可以知道自己怎么去操作它 那比方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更多的信息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 点击完成不去做它 看一下核验能否成功 那这里就会成功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找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任务就可以了 那如果实在做不了的话也没有办法 比方说它这里的话是要求我们至少有两个同行进行通话超过十分钟 这里是其实是你加入一个会议了 它会给到我们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去自己创建一个会议的房间 然后有人进来 然后你们对聊十分钟 然后去返回到这个页面进行一下验证 那还是挺无语的啦 其实 然后这边的话是具体的一些任务啊 应该其他就没有了 其他板块的话正在开放当中 另外该项目的话在intrack这一个任务平台上也有相关你的任务啊 目前的话开启的这五项 第三项的话 铸造入职的NFT啊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领取完测试代币去命成的那张NFT 然后直接可以核研成功 其他的话都是相关的你的社交任务 也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OK我们来到Sumnia这个项目 那么它更新了两个社交类型的任务 都是去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推特啊 加入他们的discord啊等等等 其实任务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只给大家说一下有这样一些任务 那另外呢 那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记得每天要去点击一下GM啊 GM的话是能给你加分和加你的积分倍数提成的 还是不错的 很多观众也他可能不知道了 然后这里的话任务不演示了 都是社交的一些任务 大家自己去做 非常简单 我看过了不会有任何难度的 然后这是我作为一个看好的项目 其中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ABS 那鉴于他这一周的徽章确实成本比较高 我还在犹豫中 也许等他价格合适了 可能会进行一下回账的获取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etch Ge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参与一下House的这一个任务 那么他此次更新了新的四项任务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也就是一个月之前的视频当中 有出过第一期四项任务 如何完成对应获得的角色和收集对应的奖励 如果你参与过我们先前这一个月之前的视频的话 那么今天的这个你也不能错过 是一定要完成的 那如果你先前没有看过这期视频 导致你第一期的话是没有做的 也就是我们前四项是没有做的 很抱歉啊 前四项任务已经结束 但也不用回事啊 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参与交互的 另外在这个方向上 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那今天这期影片更像是提及这一个任务 那我也就是告知一下 各位观众也有这样一个任务 然后如何去做呢 如何去更好的完成这个呢 我需要在下期里面当中体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请各位观众也稍微体谅一下 给我点时间啊 因为他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 以及找出对应的一个秘密词 那这些呢都需要花时间的 如果放在视频当中的话 可能会拉长这个时间 导致不好的观影体验 所以我会在今天这支影片上传完成之后呢 自己去钻研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以及是相对应的秘密词啊等等 包括我们之后 就是后三项任务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整合一下 然后在下期里面当中 直接就一进到底 然后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不然的话这样子我去进行解说 然后我还要在这个文档当中 去找出一下对应的秘密词啊 什么的太浪费时间了 那不如做一下更为万全的准备 然后下期影片的话 直接就给大家就是速通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各位观众也收看 如果过程当中有些问题的话 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 我会一一为大家精神解答 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 然后我们来完成这一项任务 谢谢大家